广播书场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之君 被号人称为汉高祖 刘邦登基之后 有一个人姓楼叫楼靖 他是拢幼人 就建议汉高祖刘邦迁都关中 所以刘邦就传下旨意 让丞相萧和到咸阳去建造宫殿 等魏阳公建成了之后 萧和迎接汉高祖 请高祖刘邦游览魏阳公 刘邦到了魏阳公这么一看 心情豁然开朗 好大的魏阳公啊 战地几十里 殿雨壮观广袤千间 气象巍峨 富丽堂皇 好一派天子的尊严 刘邦非常高兴 用手指着魏阳公的四周 就跟再相萧和说 成家 此处可以天助成员 作为经义号称长安 就这样长安有了 汉高祖刘邦定督长安 高祖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 刘邦死了之后 太子刘盈继位 就是历史上的汉惠帝 刘盈死了 吕氏专权 后来石老安留 十位汉师老忠臣迎接 代王刘衡 进京成绩汉童 就是汉文帝 因为惠帝刘盈 还有文帝刘衡 都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 所以我们把他归为一代 第三代就是景帝刘起 刘起在位十六年 死的时候才四十八岁 景帝归天了 太子刘彻登基 就是我们这部书所说的 汉天子汉武帝刘彻 按说呢 皇上应该死了之后才有嗜好 我们为了说着方便 就说刘彻为汉武帝 汉武帝登基之后 长安城已然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人口发展了将近一百万 三间六十做买的做买的热闹繁华 甭说成岭 就是长安附近的京道府 冯义府 福丰府 八百里地的秦川 也可以称为天下之父了 就在长安城东门里有条街 这条街是个叫卖市场 街里道路两旁卖什么的都有 什么卖真的 卖线的 卖米的 卖面的 卖柴的 卖炭的 卖鸡子的 卖鸭蛋的 刚上市的水果 夜里摘的蔬菜 小户人家支的土布 有钱人穿的绸缎 那是吃的使的 穿的用的 应有尽有 长安城的老百姓 最喜欢逛的也是这条街 这条街叫东市 自从汉武帝留扯登基之后 这个东市一天比一天热闹 一天比一天繁荣 外地人也多了 跳卖珠宝 起火的客商 也全都挤进了都市 这一天天气齐热 人坐在这 滴滴答答都往下流汗 到了中午 烈日当头 这做买卖 这实在受不了了 就把这小摊 都搬到树荫帘底下 坐在树荫帘底下 凉贵凉贵 那挑挑的 单单的 赶着牲口的 没地儿躲呀 就躲在城门脸的 阴凉地儿 坐在地上打短 太阳底下 就剩下一盔盔的柴火了 这东西反正晒不坏 卖柴火的小商小贩 就坐在道旁边 跟卖菜的聊天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有打东门外 支牛扭支牛扭 走进两辆牛车来 车轮的一响 这卖东西的 全都顺声音观桥 哟 瞧这两头牛泪的 舌头都吐出来了 望出土白墨子 看这意思 车上东西可高重的 这道理不尽 大家不游的 就往车上看 一看这车上 这东西跟房子似的 上面堆着不少草 散得挺严 一看这草 人们就猜出来了 两辆牛车 走得路程不进 这草啊 全都晒白了 既然两头牛都累得这样 草都白了 那么赶车的人一定是风尘仆仆 等大家伙站起来往前走 看这个赶车的 大家伙眼前突然一亮 好人样啊 这个赶车的年轻人 也就在二十岁刚出头 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 长得轻瘦细高 精气十足 身上的衣服 虽然朴素简洁 但是十分飘逸 轻瘦的面庞 双眉过目 二目有神 鼻之口正大耳相沉 虽然经过一路上的风吹日晒 但是从他的眉宇之间看得出来 这个年轻人充满了自信跟傲慢 头上戴着一顶竹质的高官 腰间夸着一柄五尺长的宝剑 这剑袍随着他矫健的步履 有节奏的刷刷摇摆着 让人一看 就给人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 气质不凡 这个人就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 智圣东方硕 既然称为智圣 他的智商是相当高的 东方硕是前汉 齐国平原郡的人士 父姓东方单子明硕自慢倩 从小父母双亡 由他的哥哥嫂子 把他拉扯成人 东方硕从小就用功读书 人非常正派 就是喜欢开玩笑 今年二十二岁 从那十二岁开始读书 受尽了十年清灯之苦 东方硕通读了诗经 书经 还学习了孙无兵法 而且文武传才 由那十五岁开始练习剑术 而今练了七年了 身丑不凡 那么东方硕不在老家念书席剑上长安盖什么人 因为汉武帝刘彻自从登基之后 就颁下一部诏书 招募天下贤财 辅佐朝纲 东方硕就带着所有的竹简进京了 整整装了两车 这竹简上写的是条条治国之策 尤打齐国平原 也就是儿记的山东信阳 要走到长安 这是千里迢迢 走了整整六十天 这六十天 把这两头牛肋子都喘不过气来了 两车的竹简多重了分领 可是东方硕仍然是精力充沛 抱着雄心壮志 要辅佐一代明君治理天下 所以东方硕一走进东市 立刻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大家从树荫帘底下走出来 光看这位非凡的人物 俗话说得好 这树林子大了 是什么鸟都有啊 从人群里蹭 走出一人来 赢的东方硕就过去了 这小子 长得有点特别 这脑袋像个柿子 东市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 有名的泼皮 姓朱排行再三 所以人们都叫他柿子猪三 猪三是干什么的 卖红烧猪蹄的 一看东市上来了外人 这柿子猪三 头一个就冲过去了 这买卖我得先做 他把东方硕拦住了 乖乖 天儿说呀 怎么着 来个猪蹄 去去火吧 旁边的人 唰的下 全围上来了 东方硕 看他 笑了笑 猪蹄 也能去火吗 我长这么大 可是头一回听说呀 你要是卖的清水马蹄 那还差不多 旁边的人 一听东方硕拦话 全都笑了 因为长安东市的人 全都知道 清水马蹄 那是产在吴越一带 是宫中的贡品 只有皇上 太后 老老太后 只有太子 只有妃子 才能吃到 长安城市面上 要是偶尔有一点清水马蹄 那都是橙色不好的 宫里边不要刷下来的 只要清水马蹄 一上市 马上会被长安的 砸光贵人 抢狗一窟 这柿子猪三 这篮子里的 这红烧猪蹄 东市的人心里都有数了 少说也得有三天了 头天卖不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猪三起庭早 拿打锅一蒸 搁的市场还卖 第二天卖不了 回来第三天早起来 一蒸 第三天还卖 您看看那猪蹄什么色了 黑里透紫 子里透黑 搁谁的咬这么一口 这味儿啊 跟这芋头也差不了多少了 市的猪三可不管这一套 只要东市上来了生人 这头号买卖得让我猪三做 他迎着东方树 一伸手 有打这篮里 就拿出一个红烧猪蹄 往前一地 大官 您还别说 我这猪蹄 还真有清水马蹄的功效 保证您呢 去火消暑 啊 东方说乐了 不错 我要是吃了你这红烧猪蹄 马上就往毛房里跑 到了毛房我就谢 当吃酒谢 他能不撤火吗 就这么一说 旁边人全都乐了 猪蹄 气坏了 抓地下 脸就红了 害臊啊 啊 猪三心说 赵特密说 我这猪蹄 还得搁回我这猪篮里 不成 我这做买卖的 手既然伸出去了 就不能回来 我不能让同行人 看我的笑话 他索性望对方手里一扔 想让东方说接过去 如果东方说你不接 反正我这猪蹄是出了手了 你要不接 今天呢 你就看笑话吧 因为是的猪蹄 他是个要么的泼皮 他要撒野 东方说看出来了 眼瞧猪蹄过来了 东方说并没用手接 猪蹄是说有你的 不接 不接我就扔 这猪蹄就扔过来了 眼瞧着猪蹄就要掉在地上了 旁边看热闹的 心脱坏了 这个瘦高个可要惹事 眼瞧着猪蹄 马上就要掉到地上 就瞧东方说往旁边一躲 这意思是躲开 可是同时 他这右脚都抬起来 哼 这叫准 正踢到这红烧猪蹄上 再瞧这猪蹄 一下就回到柿子猪蹄 这猪蓝里头了 哎哟 东方说这一来不要紧 所有东市上的人眼睛都看直了 好瞧吧呀 就连柿子猪蹄都觉得奇怪呀 弄给踢回来了 不成 猪蹄心说我可是有名的剥蹄 我不能让长安城的人看我的笑话 他把篮子往地上一扔 哎呦 你踢我好了 这篮子往地上一落 这七八个又黑又紫的猪蹄落了一地呀 再也沾上地上的灰泥 这猪蹄还有饭吃吗 大家伙 瞪大了眼睛 看见 知道市的猪蹄要耍无赖呀 长安 毕竟是长安人的长安 长安的热闹 更是长安人看不够的风景 何况剥皮也有三几个剥皮的朋友呢 转眼之间 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 大家伙都想看看 这个外地人 也就是东方朔 如何收场 没想到东方朔 不着急也不着慌 双手一抱拳 冲着市的猪蹄 微微一笑 人秀 你要是缺钱用 没关系 跟小弟张嘴 何必用这种手段 弄得你我都不开心呢 哈哈 市的猪蹄一听 好啊 你这不是诚心让我猪蹄没面子吗 猪蹄把眉眉一条 眼着一瞪 小子 照你这么说 是我欺负你呢 你敲铜锣 在长安城里绕三圈里 大听大听 我市的猪蹄是俄国人吗 啊 我俄国贼 你把这揪出来 要敢说 我市的猪蹄在长安城 俄国人 嘿嘿 我把信都改了 你缴了我的声音 把我篮子都踢翻了 还敢说我猪蹄俄里吗 说着他一伸手砰 就把这牛车 这车把给攥住了 小子 今天你要不给我说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两辆车呀 你小子甭想拉走 东方说一点也不生气 看着市的猪蹄一抬头 哈哈 有意思 我赶牛车赶了两个月 好容易来到长安 没想到碰见你这么一失货的 狮子老兄 你借开看看 车上的东西 你要的挺吗 啊 好小子 你敢叫我狮子老兄 我有什么不敢要的 猪三心说他叫我狮子老兄 我不能被鸡的撒外了 他不说我不敢要的 我到底看看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他一伸手 唰 就把车上扇的草给掀开了 不光是猪三的 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车上不是宝贝 也不是吃的穿的用的 原来是七刷刷的 全是竹简 这竹简上不是有字了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造纸呢 东汉末年菜轮才造纸 人们呢就把这字呢 写在竹简上 整整两车的竹简 谁能下这么大的功夫 长安城全明白了 怪怪 两大车的竹简 两个月才拉进京都长安 甭问了 这准是献给皇上的 这猪三啊 姓猪名三 他就认识三个字 一二三 同时能写出三个字的 反正三盒们 他要这车猪简干什么呀 猪三心说我就这么完了 我这猪子一个都没有了 再捡起来也没法卖了 我不买猪蹄 我晚上那顿饭找谁去 不成 我不能挨饿 我得讹他 他一眼就看见东方硕 腰间挂着这口宝简了 对 讹他那口宝简 把宝简摘下来 我保证台 我留着隔猪蹄 说什么 他两只手往前一伸 脚往前一挪 小子 你 你就给我这口宝简吧 砰 他两只手就Ğ住了东方硕 这口宝简 东方硕一乐 眼瞧着试着朱三 这朱三两只手一使劲 嗨 他为什么使这么大劲呢 因为东方硕这只手 已然按住了宝剑 朱三使劲 全身之力眼睛都憋蓝了 躲不过来 这箭矢温丝不动 这下他可傻了 他往四外一看 看见几个哥们 嘿 我说 六王 王小二 张四 你们干嘛呀 你们就知道吃剩猪蹄了 啊 过去当晚啊 当三爷一把 这几个小子立刻就上来了 三个泼皮加上猪酸 一共四个人八只手 这八只手望手一扑 砰砰砰 就把东方硕这口宝剑的剑鞘给攥住 东方硕双眉望上一条 两只眼睛望下一条 这八只手攥住自己的宝剑 东方硕一眼睛 东方硕一眼睛 嗨 浑身的力气望上一灌 就灌到胳膊上 灌到手上 两只手一使劲就按住这剑鞘了 这八只手啊 使劲地望过毒 四个人都嚷嚷了 使劲地害 这四个人愣没问懂这口宝剑 这时候可就惊动了巡查长安的官员了 几个官兵拉着马 就在这人群后头看着 一会儿的公伙 他们的长官就来了 这个长官长得高大魁梧 狐体雄妖 父姓公孙 丹子明敖 是皇上身边的一等护卫 使得周三长得人多 他想以多欺少 他就冲着东方说 四孝四不孝 我说哥们 你还不撒手 你还不撒手 我可动真格的了 东方说脸上笑着 两只手按着这宝剑 突然间望上一抬 这四个人八只手按着宝剑 没想到东方说 这么一使劲 宝剑望上一举 这八只手按不透这口宝剑 长安城的人 他明白 大家伙纷纷望后退 因为长安城的人 见过世面呢 看这意思 这要出事 大家伙就把场子给让出来 这四个人 也知道这回惹了大祸了 惹祸是惹祸 长安城惹得起 也就冲得住 不然的话 我们这几个泼皮 怎么在东市上混呢 这王小二跟李武一看压不住剑了 又怕东方说把这剑拔出来 所以踹 望后一退 伸腿 汤 就过去了 想把东方说给绊倒了 两个人一块伸腿 东方说望后一撤 跟着右腿一抬 就这一脚 这王小二落大了 扑通一声 这屁伙先落到地 就把地砸了一坑 大家伙心说 这个外地人的尽头可不小啊 就在一愣时的功夫 东方说跟着右一脚 正好踢到李武的身上 这回大家伙看笑伙吧 全都抬头了 李武被东方说踢得疼狂而起 嘎 望后一落 就整落到人群的外边 看起来 这个外地人脚发可太高了 长安城的老百姓 齐声喝彩 好脚发好啊 喝彩的声音 如同雷动 皇上一等侍卫 公司熬在外边 也点了点头 心说好功夫 世子中三一看坏了 今天要栽灭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他冲张四弟的眼神 两个人 一伸手 又打血腰子里 就把匕首抄出来了 一人一口短刀 就是匕首了 两个人同时上手 就奔着东方硕扎 就奔着东方硕扎来了 东方硕好伸手了 手持宝剑 望成一波 汤汤 甭飞二下 这两个匕首 就被拨倒在地上 这俩破被就傻眼了 跟着东方硕一反问的 啪啪 两下 这下奔朱三的脑瓜顶 这下奔张四的脑瓜顶 一人脑瓜皮给削起一块 不大 也就烧得这么大 不好 也就九十一样这么薄 连头不太头皮呀 瘦得了吗 把这俩找得痛快了 大家伙一看 这个外地人的见话太高了 大家伙也不知道赛成 还是替猪丝还替张四惋惜 好啊 好啊 后边的人仍然是喝彩呀 再看猪丝跟脖皮张四 腾着着肚子 跪着地去体四筛坑 哎呦 爷爷饶命 爷爷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东方硕一脚砰 就把猪丝给踩住了 从张四一歪头 来 你把这猪丝捡起来 给他脚子吃了 啊 东思雨不敢不捡 心说不捡 再给我一下 我脑袋现在还冒险呢 低头哈腰 把这猪丝捡起来 就往这柿子猪丝嘴里割 我说 兄弟 这回您自产自消吧 这回猪丝可真服了 嘴里丢着猪丝 哎呦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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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小人 这回小人服了 日后 现在给您损新鲜的 红烧猪蹄 大家伙是哈哈打搅心 和猪丝 这回你碰上横子了 到底东方朔如何面见天子 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 评书至圣东方朔 今天就播送到这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